灰姑娘 豌豆巨人和小红帽的故事我们已经耳熟能详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不一样的童话故事 魔法黑森林 黑森林里有一个村庄 三个经典的童话故事按照既定的脉络展开 饱受压迫的灰姑娘想参加国王的舞会 但是坏心眼的继母和姐妹们想尽办法折磨她 灰姑娘便去到森林向死去的母亲许愿 母亲将她变身美丽的公主去到宫殿 但是每晚终身敲响之前她必须离开 杰克将那头不再产奶的白色乳牛当作朋友 而妈妈却命令她将牛迁到森林卖掉 小红帽装满好吃的面包 一蹦一跳朝着外婆所在的黑森林深处走去 小红帽刚走邪恶的女巫就出现在面包店 原来在面包师还没出生的时候 父亲偷走了女巫院子里的豌豆 导致女巫一夜之间变成老太婆 女巫一气之下对面包师施了可怕的诅咒 他们将永远也生不出孩子来 除非她在三天后能准备好四样东西 白色乳牛 红色斗篷 金黄色头发以及黄金鞋 这样就可以解除诅咒 说是迟那是快 面包师立即出发赶去森林 很快她就遇见了小红帽 但小红帽的斗篷是祖母为她做的 所以她不愿意将斗篷交给面包师 没过一会儿面包师又遇见了牵着牛的杰克 但杰克一开口就要五个英镑 面包师只好用父亲偷来的豌豆换了奶牛 得到奶牛后面包师继续寻找剩下的三件东西 很快她听到小红帽的尖叫 当她来到小红帽的祖母家时 发现灰狼正鼓着肚子在睡大觉 面包师将灰狼的肚子剖开 救出小红帽和祖母 为了感谢面包师呢 小红帽将自己的斗篷送给了她 另一边杰克带着魔法豌豆回家 第二天豌豆长出了通天的巨大藤腕 杰克顺着藤腕爬到豌豆顶端 摘到了许多的金币 杰克拿着摘下的金币来赎回奶牛 但是面包师告诉她奶牛已经被妻子牵走了 杰克离开后面包师的妻子来了 原来呀 她昨晚遇见了从宫殿逃出来的灰姑娘 就在她向灰姑娘要水晶鞋的时候呢 奶牛跑了 面包师让妻子别待在这儿坏事了 让她赶紧回去 妻子在回去的路上呢 遇见了两个王子 其中一个王子说呀 自己每天都去一座塔里和长发公主约会 顺着王子说的路线呢 她来到塔下 她学着王子的声音 让公主将头发放下来 果然公主信以为真 将头发放了下来 面包师的妻子呢 当即将长长的金发割断逃走 与此同时 面包师在森林找到了奶牛 他们已经集齐了三样东西 就差灰姑娘的金色水晶鞋了 晚上灰姑娘再次从宫殿逃跑 王子为了防止她逃走在路上 撒了磊青 灰姑娘的一只鞋被粘在了地上 只剩一只鞋的灰姑娘逃到森林 将另一只鞋送给了面包师的妻子 此时即将到达午夜 天上出现了月食 几人赶紧将其他几件东西喂给奶牛 很快这头不再产奶的奶牛就神奇地开始产奶 女巫赶紧喝下牛奶 电光火时间 她恢复了年轻的样貌 面包师的老婆也立刻变成了大肚子 夫妻俩如愿生下了一个孩子 而杰克和奶牛团聚了 本以为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就在灰姑娘和王子的婚礼上 一阵巨大的震动发生了 整个黑森林都被毁了 原来杰克在豌豆上偷走了很多东西 还杀死了一个巨人 巨人的妻子为此来到地面找杰克复仇 但是杰克失去了踪迹 面包师和妻子分头去寻找杰克 妻子却在森林里遇见了王子 王子居然爱上了面包师的妻子 在经历了和王子的约会后 面包师妻子遇见了巨人不慎掉下了悬崖 而另一边的面包师发现了灰姑娘 将她带回了基地 到了半夜妻子还没回来 面包师十分担心 就在这时女巫找到了杰克 而杰克的手里拿着面包师妻子的围巾 面包师这才知道妻子已经遇害 在愤怒中 几人开始互相推脱 最后他们一致认为 要不是女巫不小心弄丢豌豆 就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 女巫一气之下开始发狂 被偷豌豆的是她 被指责的也是她 还有没有天理了 愤怒的女巫从黑森林消失了 剩下的几人决定 无论如何要赶走巨人 他们用灰姑娘刀幼儿 引来巨人 杰克和面包师用历青 粘住巨人的脚 随后用石头砸中了巨人的脑门 巨人就这么被砸死了 最后小红帽和杰克 以及面包师生活在了一起 而灰姑娘也看透了王子本质 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她离开王宫 去到了面包师家当清洁工 而面包师将他们的故事 全部讲给了自己的孩子听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